经常会有朋友咨询我,如何在家自学电路板维修? 今天在这里分享我的一些经验,供大家参考 1.公寓扇骑士,必先利器器 先得买一些简单的必备维修工具 如按用表,电个铁,热风枪,维修电源 最好三路以上了,5A,30B,手动吸吸器等 初期,基本上这几个就可以了 条件够的话,最好再买一台试波器 2.电子源器件基础知识,识别与检测 这个网上的教程特别多,书籍也很多 不管那个作者书的,其测量方法都差不多 如果有新的方法,很多新书马上也会收集进去 也有很多免费的视频可以在网上看 因此基本上都是差不多,找一个自己喜欢看的书 或者视频去学习几好 3.动手能力的形成 在学习电子源器件的时候 这里建议多找一些废板 一是可以用来测量电子源器件 体会在线和离线测试的方法 二是可以练习拆焊水平 4.看几本基础线的电子技术的书 比方说,电阻,电容的串并联知识 典型的一些开关电源电路等 这样对电子技术也有一个基础的了解 5.对着电路板跑电路 有了前面那几步的基础的话 重点可以放在这上面了 多跑一些不同的板子 如果能画出原理图来就更好了 有助于对电路的理解 6.实际修电路板 积累经验 不管采用那种方式自学 最重的目的 还是为了修好故障电路板 管老师觉得因此实修 多修才是提高电路板维修水平的唯一途径 7.到这步 基本上可以选择到一些维修公司 去参加培训了 注意一定要到维修公司 为什么呢 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学习的是维修经验 和许多的测试方法 这个只有维修才具有 培训机构是没有的 如四幅驱动器测试平台的搭建 数控系统维修等等 这些只能是实际维修才有的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 供参考实际情况一个人而定